SCP-013J The Cuttlefish of Ultimate Wisdom 终极智慧之墨鱼 森木等级 Eucaly 特殊措施 森林的北部 也就是已知的SCP-013J显现地点 已被登记为野生动物保护区 并设置相应的隔离围栏及标注 基金会特工装扮为护领员侦查闯入者 一个装有记录与发行设备的平台 在适当的位置 能直接监控SCP-013J显现时所在的空间 每周需有一名基金会外勤特工 与SCP-013J接触一次 交流需要至少一名欧武议会成员远程监控 除非被欧武议会成员反对 所有SCP-013J提出的要求和建议 都应尽快被满足 描述 SCP-013J是一个普通墨鱼个体 和一般非异常个体不同 SCP-013J长17公尺 飘在空中 活动方式和在水中一样 会用位置方式发出洪亮 尖利 带有回响的说话声 此外 明亮的金色光芒 似乎从SCP-013J体内发出 SCP-013J一般自称为终极智慧之墨鱼 也会要求别人在开始交谈前这么称呼它 SCP-013J宣称能感知到未来事件 并会给出对未来灾祸可能的回避方法 但是一般拒绝透露灾祸本身的细节 SCP-013J的话语 有着过分戏剧化的语调 时常用音量 停顿和拖长音 制造戏剧性语气 被认定为易怒的基金会人员 不可接触SCP-013J 以下是最近的互动记录 SCP-013J事故1739B 预期 SCP-013 终极智慧之墨鱼 那墨鱼 终极智慧之墨鱼 说吧 恨复 我来问你对未来的可能灾祸 有没有情报可说 小心 小心啊 流行终极智慧之墨鱼 灾祸降临 除非 总统明天才在弹簧高超上通勤 社会就将崩溃 死亡将从天而掉 死亡 弹...弹簧高超 弹簧高超 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 墨鱼已经升高了 结果 发起了社群媒体活动 宣传 总统将彩簧高超去工作 以唤起对忧郁症的关注 总统在药物催眠下服从 完成了SCP-013J的要求 在总统通勤过程中 一场连换车祸造成 的 民事民丧生 推测原本总统也会被波及到车祸中 未知SCP-013J是否知道该事件的缺陷情况 也不知其是否可以提出更隐秘的解决办法 SCP-013J事故1740B 日期 向前来 我叫Leslie 在这美好的夜晚 我终极致 会是墨鱼 能和协助于你 现在是上午11点好吗 算了 总之我来问未来的事 死亡 死亡 呃 死亡 白着迷人又矫健的步伐 求我们来了 除非基金会指挥本 向他见到每个人换草 先向最温暖的拥抱 死亡就有路在他头上 噢 我见过 指挥官 我觉得他这一辈子里 比起拥抱 更多的是徒手把人眼珠挖出来 我要拥抱才能救出他的灵魂 真的 必须得抱上去 因为上次之后 看起来 拥抱 结果 在三名欧仪会成员的特别指令下 指挥官同意服从要求 以免遇害 在预言五天后 指挥官指派一支特工中队 去收容SCP 同时极不起愿地依次与他们拥抱 这时一名特工突然泪流满面地自首 说自己是多么地想要一个拥抱 这名特工坦白踏出混沌分裂者派来的卧底 被派来是要对任务进行破坏 伤害在场的所有特工 包括 指挥官 由于被指挥官的表现所感动 这名特工发需要重新考虑他的人生选择 指挥官将他就底处决 SCP-013J 事故1741B 日期 终极 这是蛋糕 对你的生日 是这样装饰祝福 特工 Petty 我 我的生日是在七月 还有我是Hellys 但在我故乡的维度 自己出生刚好过了三年又四小时 那这样如何 我刚好要问你关于未来的事 想用蛋糕 否则末日就将降临在我们所有人头上 等一下你认真的 这蛋糕就是要做的事 吃了蛋糕 天呐 这吃起来像鱼 鱼肉可是宝贵的蛋白菌 与Omega3来源 上面还有生奶油 下了生奶油 什么都变好 这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没有蛋糕的世界已经被避免了 你认真的 这就是我他妈吃掉一个鱼肉海绵蛋糕的唯一原因 蛋糕送给所有人 同样的蛋糕 以同样的方式 出现在地球上每个基金会站点 无论其保密度如何 分析显示 这些蛋糕 基本上是完全用大比目鱼做成 结果 不得不决定 你将S.E.P.013J的指示继续元素对待 并继续遵照 直到其不再被当作对基金会有价值的资产 S.E.P.013J 事故1742B 预期 S.E.P. 朝起 智慧之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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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来问你对未来事件的报告 高级机会支援 Spencer 真有危险 重大危险 那么你可不可能知道些能救他的方法 同时又完全不会让他看起来像个傻子 任何尽造 Spencer之缘的人 无论手握何物 都要大力之处 打到这位好员工的脸上 行行行 为什么不呢 结果 基金会医生发现他的大脑内 有肿瘤症在行程 顺利将其摘除 S.E.P.013J 事故1743B 预期 终极智慧之 抱歉 这是个指示还是 邪恶的侍首 已经深造这处散锁了 有吗 特工Jennifer Walker 我明明是男人 把裤子脱掉 不然我们都要被厉害的 永世召喚 额 认真的 劫难时刻迫在眉睫 不 你知道吗 去你骂的 还有你 我加入基金会 是来与怪物作战 不是给这种愚蠢幼稚的 太空怪鱼取乐的 愚蠢 你害得我们都玩了 怎么会 墨鱼是投足妹 不知是这个宇宙最大的威胁 然后我猜 只有我脱了裤子 像个傻子一样站在这 才能避免恐怖灾难 好吧 原谅我如果 等一下 这怎么 哇哈哈哈哈 现在 我已吸收了足量的凡人勇气 不要毁灭世界 无人可挡啦 你他妈开什么玩笑 哇哈哈哈哈 威廉斯特工的裤子 在一阵黑暗中消失 他本人摔在地上 结果 威廉斯特工 与基金会的雇佣关系 被立即终止 今后 所有与SCP-013J交流的特工 都要经站点心理医生检查 并基于过往处置类似凡人尸体的经验加以挑选 正在猎捕前特工 威廉斯特库子 现已编号为SCP 但迄今尚无任何进展 以上就是SCP-013J 简单的说 SCP-013J是一只巨大的墨鱼 有能力预测灾难的发生 但如果要避免灾难 就要遵守他提出的看似荒谬的建议 在PTT的Marvel版看到有人分享这个SCP 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就做了 希望大家喜欢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